MELODY的底 亦是在我脑海不停的旋律 愛過你 我的心裡只能無言嘆心 MELODY 搭了17年婚姻 斜亂結婚嫁頭只有鬆口浪漫傳說 偶爾還是要穿這種高插裙 稍微勾引一下你老公 這很重要 你的夫妻要 我一直看清不簡單 從歌手轉新為主持人的藝人MELODY 今天在臉書全部拜了破傷老公 結束17年婚姻 不是這個MELODY 是甜心老師MELODY 是回之不去的MELODY哦 我要擋在記憶深處 尋找殘留下的溫度 我在風吹亂頭髮的街上 懷念著幸福 MELODY表示日子是自己在過冷暖自知 每一段婚姻都有屬於自己的課題 這一路來一直都不容易 彼此雙方性格與思想理念 差距太大的狀況下 讓我們失去了關係該有的平衡 我們決定和平的結束婚姻關係 先生有覺得你不再是一個 他可以感到慾望的對象了嗎 我有時候常常覺得說 我好像是隱形人 2006年MELODY跟大他15歲的 圈外富商男友吳玉琦 交往三個月閃電結婚 並育有良女 過去她為仇子吃盡苦頭 因為子宮內膜嚴重沾黏 加上有巧克力囊腫 曾被醫師診斷難以生育 經歷兩次試管嬰兒 數次人工受孕 耗費近百萬都沒有成功 一度造成內出血差點喪命 後來才在結婚第四年 自然懷上第一胎 夫妻倆臉書上最後的同框照 是2019年8月30號的自拍 當時MELODY還寫下 婚姻的相處之道 簡單就是幸福 因為媽媽們大概下午就要開始 稍微有一點mommy juice 我剛剛到這裡還被吳先生等 狠狠地等 MELODY最知名的前男友 就是玩音樂的陶哲 而MELODY也是陶哲出道後 第一個公開承認過的女友 兩人交往六年 一度愣即婚嫁 外傳分手原因是受不了男生花心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MELODY 那這個歌是為什麼寫的呢 今天我們就不聊這個了 對 因為這個大家應該 猜的話也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這個歌是 它的由來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那首歌剛開始不叫MELODY 叫Sara Lee 因為音樂人寫DEMO 都是先用押韻來押嘛 哦 所以她就隨便抓了一個蛋糕 所以她不是為我寫的 這個秘密 20年後我講出來 老公 I love you 有人說我是女人的榜樣 真的假的 那你們大家也不要忘了 好好愛自己 欸 順帶一提 現在汪大東是不是有機會了 我發誓 一句話 聽你到底 OMG 大龍你怎麼對老自己 這個罵人的手勢啊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